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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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新年快乐,我是Tim 很高兴见到各位回来教会 相信各位已经准备好 一起敬拜主,与圣灵同宫 见证生命的改变 今天是2019年第一个崇拜 我们很期待开始新的港独系列 与耶稣对谈 我们会学习如何与天父倾谈 以及如何敏锐留意到 祂的声音 今天的题目是个人讨告 我们会学习如何培养到 真挚、诚恳、与神 倾谈的生活方式 不过开始之前,请大家留意 以下来的教会消息 希望你和我们一起 以讨告禁食,开始新的一年 由今月十日,连续三日 禁食讨告,直至十二日 我们会有一年一度的 全教会讨告会 会由上午十点半至下午十二点 全教会所有语言部 聚集在一起 为来年的福庆讨告 让我们一起尋求荣耀上帝 让祂的旨意 在我们的工作、生活 和在香港成全 我们是被呼召全羊耶稣的好消息 ICA为了装备你 分享好消息和祝福他人 将会在1月22日 举办一个国度装备培训班 到时会学习国度视野 和学习方法来牧养、建立 和释放渗徒 带着权柄走入社区 当晚7点半 在ICA丹拿持工中心举行 如果想报名或者查信 可以电邮给 Registration at icaha.org 希望到时见到你了 来学习实践技巧去建立祝福社区 就参加本地社区服侍培训班 这个由国际神社会学院IC Academy 的全球社区服侍学院的课程 你将会学习我们是如何 和为什么 是被呼召在社区服侍 通过活潑生动的工作方 模拟联集等学习模式 得到实务和神学训练 这个为期五个星期的课程 在3月底开始 你可以在ICA Academy的网站 看看详情 或者电邮来 ica.academy at ickhk.org 在我们开始敬拜和分享讯息之前 想提提大家 教会不是单单一个崇拜聚会 我们是需要彼此认识和建立关系 我们不是孤单的 所以我们会过来每位弟兄姊妹 都参拜我们的天国小组 如果你有兴趣组织 又或者接待一个新的小组 我们会很乐意在赵律场上 为你提供信息 祝大家在未来一周充满祝福 和在未来一年更充满祝福 下次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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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